生二胎必须经过老大同意吗 大家看到这道题可能会有点懵 很正常 因为经过同意这四个字 一旦跟孩子放到一起 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一个大人做决定 为什么要经过一个小孩子的同意 原因很简单 因为孩子如果不同意 他们就会搞事情 他们会闹 事情越大 他们就会搞得越严重 但其实他们闹不是无力取闹 他们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限制 他们想通过闹 给自己争取点自由 所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个孩子能听懂的办法 争取他的同意 然后跟他打成一致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要去超市得带上孩子 如果你直接跟他说 上车我们要去超市 他八成会反对你 不是因为他不想去 而是因为他不想被命令 孩子非常不喜欢被命令 所以难道是说我们要问他 孩子我们可不可以去超市 也不是 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能坐着 然后直接上天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打开冰箱 然后跟孩子说 哎呀 好像家里没有吃的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很自然会跟你说 那我们去超市吧 你看 你的目标达成了 他不仅同意了 而且他还觉得我们是同一个战队 这个叫做智取 是兵法 人生嘛 总得用点兵法 哇 所以生二胎的时候是同一个道理 我虽然没有当过父母 但是我当过孩子 更重要的是 我当过姐姐 一个家庭对我们来说 就像一个舞台 上台的是我们 冠种喜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我们的父母 强行把一个弟弟妹妹 安排在这个舞台上 那不管怎么样 他都在跟我抢戏 但是 但是如果 父母经过我的同意 我们一起决定 给这个舞台相加一个角色 那这个人 就是我人生中 最完美的搭档 哦 哦 我父母生我第一个妹妹的时候 没有跟我商量好就直接生了 把我给气的 他们到医院生孩子去 然后他们跟我说 等我们回来会带生一个妹妹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 好的 家里要来人了 如此大方体贴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不如给他做个蛋糕 所以等他回来我跟他说 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家 我给你做一个蛋糕 快吃吧 可是我妈妈说不行 他还小 不能吃 这是什么 给连不要连 他来我家 抢我的父母 不跟我说话 也不吃我辛苦给他做的蛋糕 这可不行 我可算看清楚了 他就是个白眼狼 必须送走 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会把他的瓦尔兰放在我们家的门口 然后跟我父母说 好的差不多了可以把他送走了 因为在我的眼里 他不是我们家来的新成员 而是我们家来的一个客人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邀请一个客人来我们家 没有关系 我会原谅的 但是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直接给我们家加了一个成员 那可不行 我要闹了 后来我父母被我闹怕了 他们意识到了有一些决定 不能只靠自己去做 需要孩子的配合才不会引战 所以他们生我第二个妹妹的时候 他们还是跟我们商量了 他们争取我们的同意 他们坐下来跟我们慢慢聊 他们说 孩子们 爸爸妈妈在想 我们要不要再生一个弟弟妹妹 不过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挺麻烦的 我们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们都是很厉害的大女孩子 我相信你们非常愿意去帮助 帮助爸爸妈妈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个 新的孩子的大姐姐 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妹妹觉得我们无比重要 我们不仅答应了 我们还下定决心 一定要承担得起这个重要的家庭责任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做的决定 而人往往会为自己做的决定 有更大的责任心 对对对 确实是金句啊 是 所以我第二个妹妹出生的时候 跟我第一次当姐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不想把她送走 我绝对不会把她送走 如果有任何人要把她送走 我直接跟她开战 因为那是我的妹妹 是我跟我的家人一起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你们有过一见钟情吗 我有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妹妹就是一见钟情 我记得很清楚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 你好 Sara 我等你九个月了 虽然你没有选择我 但是我选择了你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要害怕 姐姐会一直在的 太感动了 太好了 星月是这一季表达状态最好的一次 这一次我觉得 对 星月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你给我用英语准确地翻译一下 白眼狼怎么 这 我可能是个假的外国人 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别说你是我见的中国人里 长得最像外国人的了 薛教授 白眼狼应该怎么翻译 请问给脸不要脸怎么说 给脸不要脸怎么说 给脸你别想 给脸你别想 给脸你别想脸 我相信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当中 很多英语还是会诞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 来 现在有29票的跑票 来 反方一遍 毛东 加油 毛东 来 加油 我先回应一下那个星月 星月讲了几个点 对吧 她第一说 她说她妹妹刚要 来到这个社长的时候 她会闹 然后家长不知道怎么办 她会很生气 我觉得这个事放在中国 就很好解决 因为星月是个美国人嘛 我再放在中国 如果孩子闹 对吧 说我不想要二胎 我想要玩具 父母很快就能回应你 对吧 你要什么玩具 你看我像不像玩具 很容易就解决了 对吧 很容易就解决了 而且星月说这个 你不要直接问 你要引导她 对吧 想去超市 说你要看说 你看冰箱里没东西了 所以说你是要引导她 获得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那其实还是只有一个选择 没有选择的选择 不是选择 对吧 所以说这不是 你要拯救她的同意 你是要忽悠她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问老大 要不要二胎 因为你问她 你问不出个啥 没有意义 你问家老大 要不要二胎 对吧 老大 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 空气越来越凝重 你心里越来越忐忑 为什么 因为一岁的老大 根本就不会说话 咱们讨论一下 老大长大成年了 父母年纪应该也不小了 这个时候你问儿子 问你儿子女儿说 要生个二胎 此时子女面对年迈的父母问出 我想生二胎 他们的回应会是什么样的 对吧 儿子 我想生个二胎 哦 我的父亲 你身体可以啊 没有白锻炼啊你 不 没有必要 朋友们 你说我的老大 年纪不小也不大 那就是青春期嘛 青春期的孩子 特点是什么 很叛逆 这个时候别说二胎了 你问他啥他都不同意 你让他剪头发 他说我不剪 你让他穿秋裤 他说我不穿 你问他吃鸡吗 他说好的来一句 这个时候的青春期的小孩 我跟你说 天天根本就不理解人生 更不会理解人 生了又生 段子归段子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故事 我青春期的时候 真的是面临过一样的问题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年轻人老是跟父母关系不合嘛 父母看你看不惯 学习不好 天天不听话 然后我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 但是就关系就很僵 有一天我爸就过来跟我说 我想生个二胎 你知道那时候 我心里什么感觉吗 我就感觉是我父母练号练肺了 要再练一个小号 你问我 我也帮不上忙 我心里还不舒服 对吧 我真的 我宁愿你干脆别问我 你就直接生完之后 告诉我是意外怀孕 我心里舒服得多 第二点就是 这么假讲理 为啥不应该 因为每一个决定 都是伴随着责任的 你让你的小孩 帮你做这个决定 就是让他们背上 本来不属于他们的责任 有人会说嘛 他说 我要问老大 要不要生二胎 是因为生二胎 真的跟他的生活 息息相关 但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多了 你每个都征求他同意吗 你买房问不问 买车问不问 买股票你问不问 对吧 你把股票信息 发到你家家庭微信群里 儿子 这个股票基本面不错 你把作业先放一放 跟我说买不买 等了几秒 你的儿子已退出群聊 谁愿意帮你做这种决定 没有人愿意帮你做这种决定 这是你的事 生二胎这种重大的人生决定 朋友们 归根结底是父母的事情 你不要就是打着一个尊重的幌子 掩饰自己的逃避 你知道吧 在家里竖一个大旗 很好看 正面四个字 尊重小孩 反面一看四个字 想不清楚 最后我想讲讲就是 我是个单口喜剧演员嘛 很多人叫我们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一行呢 有人跟我们定义过 说是在笑声的包裹下 讲一些令人不适的事实 我就今天稍微放飞一下 讲一点点令人不适的事实 好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题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为什么要讨论这种题 就是因为现在小 这个父母 太在乎所谓的 这个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照顾孩子的情绪 我说的狠一点啊 不要那么尊重孩子的意愿 不要那么照顾他的情绪 就是你这是处于 过度呵护的一种 情绪溺爱 就是你等于让他 无法对真实的世界脱敏 然后你要产生一种错觉 这个错觉就是 我的意愿很重要 我的偏好很重要 这种人长大之后 会长成一个巨婴 你知道吗 再严重一点 甚至会想当一个脱口秀演员 你可能会说 那我生二胎 不问老大 老大会不开心 老大会生气 老大会委屈 那就让他生气嘛 就让他委屈嘛 就让他不开心嘛 我凭什么让一个小孩 决定一个生命 是否来到这个世界上 说得好 我跟你说 不应该这样 因为你的今后的一生中 会遇到过很多 你不想见的人 所以说 你最好学会面对这个世界 父母不告诉老大 其实就是送给他 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这个礼物叫 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 谢谢 来来来来 双方开杠吧 开杠吧 来来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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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说得很好 决定跟责任是挂钩的 但是做哥哥或姐姐 不是一种责任吗 做哥哥姐姐是一种责任啊 跟生二胎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二胎 就是我的弟弟妹妹 就是他的哥哥姐姐 所以我要同意 我要参与这个决定 我觉得这个决定 是父母的事 刚才小片里面也说了 生小孩 生育权是父母的事情 过多点你参加这个决定 其实会造成你成长不健康 不是 因为这个孩子 跟我也有关系 我也是他的姐姐 我要负担那些这个责任 所以我要参与这个决定 我才能做好心理准备 好的 清月 我感觉你的意思是 就是这个事情跟你有关 你也要参与进来 那我感觉一个家里面 跟你有关的事情很多 父母说 爷爷奶奶来家里住两天 这种事情也跟你有关 什么事都要经过你的决定吗 只要是我参与到里面 那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决定 可能这就是 你就有决定权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孩子 我觉得不应该 把自己看得太重 不是 是如果我在这个事情里面 我有义务 那我有决定权 如果没有义务就没有 好 时间到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这么友善的开杠 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每一个问题 对方都会回应 然后还有一种柔软的方式 才问一个问题 你也会回应 你们俩就是一种 恋爱式的开杠 真的令人很感动 好 我们来给双方一变 正反方投票 红蓝键 请按键 三 二 一 好 正方28票获胜 来 请 加个 梁博士刚才 他们俩说的所有的这个表态当中 有什么打动你的吗 我说我说这个正方有一点不太同意 就是他说他可以告诉妹妹说 因为他所以才来到了 他妹妹才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似乎是应该父母说的 我可不可以提醒携程旅行的董事会主席 就是携程战队是这边的 我们队伍在替你的公司打仗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主要是看他们的技巧 就主要是测试他们能力 但观点还是个观点 对 所以我完全尊重你的观点 可是在当中不要乱找茬好吗 好 这刚才是双方一遍 然后正方二遍是哪位 加油 毛东快给我说哭了 我是第一次在《奇葩说》舞台上 对他产生超越男女性别的心疼 因为他没有被尊重过 所以他认为尊重不是必须的 所以他在前半部分一直说 你的决定 我的决定 他从来不说我们的决定 这是一家人吗 太退了 好 我来严肃地告诉大家 我觉得一个女人 无论你生第几胎 都必须经过核心家庭成员的同意 因为她们同意了 你才能让她们干这干那 你说一个小孩她能干什么 的确她干不了什么 但她能让你什么都干不了 拿到这个变题 我问我儿子能不能生二胎 他说妈 你是不是不忙了 我可以让你马上忙起来 我相信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好孩子 所以他的恐吓非常有效 他不同意我就不敢生 因为生二胎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一胎是什么 是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 我们自己生的自己不知道吗 他们创造力不一定惊人 但是破坏力非常惊人 如果他调皮 你必须经过他同意 否则二胎的生活质量多么令人担心 如果他听话 你更应该经过他同意 因为他不会不同意 第二点 我觉得呀 生二胎这个事 最重要的是再想想 跟一胎沟通的过程 有助于你冷静 我儿子三岁的时候 我看到别人家小女孩好可爱 好想生一个 我就问他 给你生个漂亮的妹妹好不好 他说一定是妹妹吗 我突然发现不一定 他又说妹妹一定漂亮吗 我发现更不一定 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噩梦 不仅生了儿子 而且是双胞胎 大家想象一下 二胎是一对 小童和小黑 造孽呀 是不是人间惨剧 是不是一个家庭的灾难 是不是得再想想 是 我儿子上小学 我又跟他商量 他说 我觉得你得考虑清楚 万一跟我一样不争气怎么办 我抱着他猛清了一口 我说你怎么会不争气呢 你是最棒的 他说我这么棒 你还要二胎干什么呢 我说妈妈 生个小伙伴陪你玩不好吗 他说那我同学 不就没事干了吗 我说同学白天陪你玩 弟弟妹妹晚上陪你玩 他说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大家都笑了 对吧 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段子 但其实我刚才 那番话的重点 是我儿子问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像我一样不争气怎么办 只有我这个当妈的 才懂他的不安 他其实是想表达 妈妈 是不是我在你心里不够好 你想过没有 如果老大坚决不同意 说明你根本不配生二胎 这坚决的背后 是因为父母给的不够 所以当一个孩子表达 我不想要弟弟妹妹 我不想要分享爱 我只想爸妈只爱我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不要 简单粗暴地认为 这个孩子可真自私啊 当一个孩子手里有一百克糖 他怎么会介意分享 但他手里只有两克糖 你又凭什么要求他大方 你们说不想跟老大商量 其实就是怕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 你可以跟他沟通啊 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同意啊 这个想办法的过程 就是发糖的过程 就是补偿安全感的过程 就是表达爱的过程 怎么能够省略呢 最后 我想聊一下兄弟姐妹之间 是怎样的关系 是相互陪伴的关系 也是谁吃大梨 谁吃小梨的关系 我们从小就读恐龙让梨 妈妈说你是大的 你就应该让 从来没有问过你愿意吗 所以在民生新闻里 总有一些兄弟为了房子 反目成仇 也总有一些姐姐 被偏心的父母伤透了心 宁愿斩断亲情 其实我觉得兄弟姐妹之间关系如何 很大程度上是有父母决定的 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继父 她是一个粗人 没有读过书 但是生妹妹这件事 是她来跟我商量的 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安抚我 让我相信他们不会不管我 我非常感谢我的继父 把她的期盼 变成了我们共同的期盼 因为有了妹妹 我只能住在外婆家 我很少能够见到父母 但是我每次回家 我爸爸分葡萄 总是把最大的分给我 我们姐妹有什么争执 她总是站在我这边 其实看过《奇葩说》的观众都知道 我的童年过得非常不快乐 但是还有那些葡萄 他们非常的甜 后来我成了最好的姐姐 我的妹妹成了最好的妹妹 我觉得这一切 都跟我的继父有关系 今天我们谈必须 我们说为什么必须要经过 一台的同意 是啊 为什么呢 其实你真不跟她商量 她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我觉得这是父母 我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时刻提醒自己 爱要一碗水端平 提醒自己成人的一个决定 可能是孩子一生的牵盼 提醒自己 任何的忽略 都可能造成伤害 所以我儿子一直不同意 我生二胎 我一直都没有要 我希望能像我继父一样 把我的期盼 变成我们共同的期盼 然后用我一生的爱 尽量平等的爱 去维护这份期盼 谢谢大家 收尔火力太强了 收尔上来像机关枪一样 就往对面扫射 反方二遍是哪位 程璐 来 加油 鲁哥 我觉得 首尔说得非常好 也非常的感人 但是他一直在 混淆一个概念 就是必须同意 和去跟他讨论 去商量 是两件事情 去讨论 去商量 是让他参与讨论权 但是决定权 是在父母的手上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不是说 要不跟他讨论 不跟他商量 就粗暴地 就做了这件事情的 所以这是大家 需要去理解的一件事情 好 接下来 我就放松一些 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 这道遍体 其实我觉得作为父母 让老大决定 是不是有二胎 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你想一下 将来你的孩子 你的第二个孩子 一定会问你 妈妈 我是从哪来的 这时候你就很好回答了 是吧 问你哥去 你哥定的 本来你还应该有一个哥的 但是当时你的大哥不同意 你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运气好 是不是很奇怪 是吧 怎么能由他来决定呢 而且以后你想 那个弟弟 他怎么跟他大哥相处 他是不是逢年过节 都得给他送祝福 大哥 感谢你 感谢你当年的不杀之恩 所以说就完全不能这样做 而且你想一下 他是一个小孩 小孩是非常善变的 你让他来做决定 他开始说要 他后来又不想要了 怎么办 可以七天无留退货吗 你还可以反悔吗 而且你想一下 小孩可能开始觉得不想要 后来他看了一个动画片 他看了哈尔兄弟 他觉得 我应该有一个可爱的弟弟 过了一阵 他又看了一个葫芦娃 他觉得他要六个弟弟 你要给他生六个吗 那为了满足他这个要求 我问你是不是需要夜以继日的工作 就表面的意思啊 然后 而且你想一下 就是生二胎 由老大决定 那以后 开放了三胎政策呢 是不是要老大和老二 共同决定啊 他俩意见不一样呢 他俩猜拳 然后老二赢了 老大就肯定不高兴啊 反了你了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生下来 其实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不是生育权的问题 是如何对待小孩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现在的教育 有那么多的熊孩子 就是因为我们教育出了问题 我们对小孩有太多的尊重 就像我们的一辫说的 我们太尊重 小孩了 我们对待小孩就好像 我们的嘻哈歌手见面一样 动不动就 尊重 你干啥了你就尊重 你有作品吗 我是说小孩你有作品吗 然后 也好被捞 而且我们不要让他去做决定 不需要必须征求他的同意 就是要告诉他 确实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 你不想要弟弟就一定没有弟弟吗 哪怕你家里没有弟弟 也许外面有 有你认得干弟弟呢 所以真的我们不要给小孩那么多的尊重 就是让他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能够获得你所要的一切 你的尊重是要争取来的 你拒绝的权利也是你要争取来的 好 谢谢大家 好 来 双方二变请开杠 生二胎合理合法 不用瞒着任何人 为什么非要瞒着这个大孩子生 没有瞒着 只是不是必须经过同意 我可以告诉他我要生了 商量一下 但是最后决定权是父母 所以商量一下 他不同意 你就网顾他的意见 自己一定要生 你是不是预设了 小孩在家庭当中 不用参与大人的任何决策权 他可以参与 关于穿衣服 关于上学 他可以参与一下 但是生二胎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参与也白参与 为什么参与也白参与呢 你一直在说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 为什么你不能通过沟通 把它达成我们共同的意见 成为一家人共同的期盼呢 可以达成共同的意见 但是如果没有达成共同的意见 还是我说了算 这就是你跟我的不同 我不认为是我说了算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认同 他会觉得我生二胎这件事 是对他有好处的 他会支持妈妈的决定 对吗 对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但最后有的时候 就是没有想到办法 那就我来决定 可以 可以 开高大神 你决定不了 他不同意 我觉得就可以不生 你觉得为什么 那么急着要生呢 二胎 三胎时间到 因为我们两个可以生出来 没有他照样可以生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来 提醒大家 双方二变红蓝剑请投票 三 二 提 反方四十标获胜 来 成路加杠 我觉得成路开杠部分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可能状态比较松弛吧 成路就是一团棉花嘛 你非打棉花 你怎么打得过棉花呢 一拳吹上去 他就 双方二变完了以后 其实在我看来 就都很精彩 现在梁博士能记住的 傅首尔的前面的发言力 能打动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跟第一遍没有太大的分别 就是还是在讨论小孩 有没有这个决定权 那小孩当然是要他承担一定的义务 对他生活有影响 对 但他作为一个未成年人 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或者是他有这个能力 对他的这个影响 做一个最佳的决策 要不梁总坐过来吧 坐过来吧 对 因为是未成年 所以没这个 梁博士是学者 蔡老师 那你觉得反方 难道就没有一点漏洞吗 我觉得他不是说漏洞 就是他的技能 没有正方的好 就是他其实一个 很容易的变体 但没有变到更深的地方 但道理在这边 道理还是在这边大 薛教授 你也是学者 你差不多 对啊 他们是来看辩论比赛 又不是来听道理的 这当然是谁变得好 他们就把票投给谁 怎么可能是道理在哪边 没有道理的辩论 再好的技巧也没用 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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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创造出来的道理 其实从来没有解决过 经济学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 你却说没有道理的深论 其实没有意义的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检定的话 经济学很多深论其实没有意义啊 我就超穷 世界比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要富裕多了 那不是经济学家造成的 你讲完就好了 好了 好了 我是说赢了就好了 这事离赢还远着呢 继续继续 来 正方三变 詹青云 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 可是这是我的家耶 我这个家的决定我都没份参与嘛 对方说你不要太尊重小孩子 让他们去接受这个世界的真实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就告诉小孩子 在一个家里重要的决定 小孩子没份参与 就是告诉他明天你走到社会上 社会上重要的决定 弱者 普通人 没份参与 你就接受这件事 好 对方说 我跟孩子商量商量是可以的 可是这个做决定的权利 必须留在我这里 不能必须 对不对 我来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要必须 因为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 强者去跟弱者商量的时候 如果不是以弱者的 必须同意为前提 就不是真正的商量 他就是告知 通知 这就是形式主义 好 我们小的时候最厌恶的是什么 不是爸爸妈妈试试自己做决定 而是他们明明已经做了决定 却还要假装跟我们商量 有多少次父母跟我们说 爸爸妈妈跟你商量一件事啊 爸爸妈妈要离婚了 家里的小狗要送人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态度不是 必须得到孩子的同意 这是我们必须得同意 这跟完全不考虑我的意见一样 让我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决策里 是可有可无的 而老大害怕二胎来到世界上 他怕的是什么 怕的不就是 他的存在感会降低 他会被忽略吗 而父母告诉孩子 重要的家庭决策 你有份参与 本身就是化解这种恐惧最好的方法 对 我们这个社会赋予父母非常高的赞予 赋予他很荣耀的称号 可是我们又常常被许多父母 糟糕的表现所震惊 所以我们一再呼吁 其实父母这个身份 是最需要资格考试的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没有办法做这场资格考试 到第二个孩子了 可以考一考了 因为老大的同意就是那道考题 对方说 可是小孩子不成熟 不思考 不懂事 没有错 就是因为如此 这个孩子才像一面镜子 他在反映着这个家庭的真实 春江水暖鸭先知 那个鸭子他不会伪装 他也不会思考 他只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就跳到水里 今天你让老大去同意 不是一个绝对权利 不是他最后签字的那个人是他 是为生二胎挑选一个合适的时机 你方不是说了吗 孩子是善变的 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问题 所以当家庭环境改变的时候 当他心中兄弟姐妹的概念改变的时候 甚至当父母把他当成大人 去问他意见的时候 也许他就改变了呢 对方说 我不想要孩子同意 是不想要给他背负上一种责任 在中国的家庭关系里 这种责任是与生俱来的 长胸如腹 为什么这个孩子一旦生出来 我就必须爱他 照顾他 扶持他 可是我参与这份决策 我的同意 却不是必须的呢 爸爸妈妈你们问我一句 凭什么要我这个孩子来同意啊 那我反问爸爸妈妈一句 这个妹妹生下来 你们是不是要我爱他 在你们照顾不到的地方 我是不是有责任照顾他 如果你们有一天有什么意外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 要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 如果这些义务是必须的 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 用自主的选择去承担这份义务 由此获得这份选择里 所包含的荣耀感 成就感 骄傲感 而要用两千多年的圣贤训导 把这份义务压在他的身上 以此包含着沉重负担 和可能的叛逆呢 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倡导 不是为每一位父母提要求 是因为我们走到了 全面二胎这个时代 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种态度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 独生子女政策 我们已经习惯了 孩子等于独生子女 而父母们要重新去向孩子们 介绍兄弟姐妹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 原本正常不过 原本应该带来美好的憧憬 和向往的概念 这是我们特别的挑战 我们今天要去面对它 可是我们回头想想 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大 不同意二胎出身 这份敌意是从哪里来的 我小的时候也问我妈 为什么我没有哥哥 实在不行有弟弟也行 我妈就会语重心长地说 还好没有 否则爸爸妈妈会把所有时间都给你吗 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我现在想来 我妈这番话语 其实在安慰我 不如说她在自我安慰 为了排解那份 没有第二个孩子的遗憾的自我安慰 而有许多的敌意 是被这些打发孩子 安慰父母的话语 以及邻居朋友亲戚的助攻 创造出来的 而今天时代改变了 我们已经不需要这种对立了 这种对立的背后 是对独生子女的刻板印象 认定他们学不会爱和分享 是对家庭关系的固有思维 认定子女之间就是竞争关系 我们今天不需要这种对立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机会 去让每个孩子学会爱跟分享 这一步从什么地方迈出来 就是爸爸妈妈们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亲口去说 我愿意开始 现在正方又多了47票 来 让我们有请反方三遍 加油 谢谢各位 我觉得千蕴没有必要那么愤怒 因为其实坦白来讲 我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 有时候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筹划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孩子和老大的同意 哪个会先来 这才是关键 所以你知道 要跟孩子沟通 你们会陷入不断地拉扯 他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孩子不是鸭子 很可能是人间四月芳飞镜 山四桃花史盛开 有些道理需要成长 才可能被收获 所以今天清云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需要孩子的参与 他们用了很多词 我记了一下 叫参与 叫理解 叫知情 叫帮助 都对 但这都不叫否决的权利 我把这道题给大家换一下叙述 什么叫必须经过老大的同意 就是老大有没有绝对的否决权 或者说 如果老大不同意 你生不生 一个家庭做决策 什么东西最重要 你方讲公平很重要 公平当然重要 效率也很重要 你刚才告诉我说 在绝对的权利不对等关系当中 老大是弱者 老大不是弱者 那个没出生的孩子才是弱者 生二胎需要争取老大的理解 但不必经过老大的同意 如果今天孩子不开心 父母出于关心 当然也会试着让孩子知情 让孩子参与 让孩子放下心房 但说到底 这不意味着孩子有否决的权利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就像尊重父母 不代表父母可以决定我们的婚姻 那么尊重孩子 也不代表孩子可以决定我们的生育 其次 这也是一个责任问题 如果今天 有一对父母让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替自己做决定 小孩子说不上学 OK 那就听他的 小孩子说我不想吃米饭 只想吃糖果 OK 那也听他的 那我想各位应该不会说这对父母对这个孩子好尊重 我们只会说这对父母对这个孩子好失职 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父母的放任 其实是他们不愿意面对孩子的情绪 而这恰恰不是尊重 这是逃避 他们逃避了生而为父母的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 父母要学会用自己成年人的判断力 在孩子未成年之前 替他做出那些 可能会让他不太开心的决定 你们讲 父母需要智慧 父母的智慧是什么 父母的智慧 就是如何处理孩子的反对 而你们要知道 这个过程 可能会把父母变成讨厌鬼 也可能会让小孩不开心 但恰恰是这种为难 才让父母受我们每一个人的尊敬 其实我觉得在这道题里面 大家都有一个顾虑 这个顾虑让我听起来非常的可怕 我记了一下对方的词 就从新月开始 他们提到的叫 抢了我的父母 叫他是我家的客人 叫你虽然没有选择我 但我选择了你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听起来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很温馨 因为我听起来会觉得非常可怕 在我拿到这道题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老大就会不同意 为什么我们觉得兄弟之间的关系 是一场零和的博弈 其实我也有一个弟弟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弟弟小我11岁 他刚出生那年的时候 我才只读六年级 我的父母当年也拿这道题来问过我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当时 那张脸上写满的小心翼翼 你知道当一对成年的夫妻 在问一个孩子要不要生二胎的时候 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面也很虚 他们其实也在开始担忧 会不会一碗水端不平 将来会不会有亏欠 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没有 完全不会 你们知道吗 每次我回家 不管航班有多晚 我的弟弟一定会吵着不睡觉 过来接我 每次他出去逛超市 都会买我喜欢吃的零食 即便我常年不在家 他考一百分的那个中午 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 他跟我打的电话 他可以把去年 我在奇葩书里面的发言 背得比他的课文还熟 然后到处跟别人说 我是他哥哥 我总是听到 我的弟弟在跟其他人分享说 有一个哥哥有多幸福 但他从来没听到过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有多幸运 我有多幸运 可以参与到他的成长当中 我有多幸运 可以参与到 每一个他需要帮助的时刻 每一个他值得分享的时刻 你知道 当我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记不得 当年我自己的回答 如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再好不过 但如果我的回答是不要 我也同样很庆幸 他还是出生了 我的答案 并没有影响到 父母对我的爱 但是弟弟对我的爱 使我无数次地 想要回去改正我的答案 我们习惯了 对于父母的垄断 所以我们学不会爱人 在我们的眼里面 我们以为被爱才是幸福的 但其实爱与被爱 同样令人成长 同样都会幸福 所以不用问他的决定 因为他参与了他的生活 他在照顾二胎的当中 他就学会了成长 他一样可以收获爱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直到我知道 弟弟的存在 不是因为我的决定 我也才充分相信 我的存在 也不被任何人所决定 我们都是 这个宇宙当中的孤星 在各自的轨道里面运行 但是如果注定要相遇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兄弟 谢谢 好 来 双方开个 加油 齐瑞 加油 先开先个 张庆云 嗨 齐瑞 你和你弟弟的故事那么地动人 像我这样没有感情的人 都被感动了 你为什么不能尝试有一天 把这段故事 分享给你的第一个孩子 让他能够带着喜悦的心 去迎接你第二个孩子的到来呢 有些时候是相处 才带来道理的误出来的 不是先讲道理 是先让他相处 我是在爱我弟弟的过程中 才体会到被爱与爱 同样令人开心 不对 你明明可以通过 爱和安全感的方式 让他从一开始 就能够迎接另一个生命 而不是要等到相处 带着敌意中相处 才慢慢体会到啊 不对 如果你一直问 你就一直会纠结 其实当你问出 要不要二胎的时候 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 没有安全感的种子 你真正要做到的 不是管二胎这个结果 而是告诉你 如何弥补 现在老大匮乏的安全感 对 所以你刚说 孩子的情绪需要处理 所以你现在的办法是 这个孩子有情绪 我不处理 我直接把孩子伸下来 让他们两个去处理 我处理 你处理错了原因 他情绪来源 不来源于有二胎 他现在的情绪 其实是对你现在 对他的状况不满意 所以你要处理的是 现在对他的方式 而不是要不要二胎 在他不满意的情况下 就让他至于处理 是对两个人的不负责 他没有不满意 现在的状况 他不会表达 我方是真正看到了 小孩的诉求 而你方真正不懂小孩 好 双方时间到 我们给双方三遍 做一个投票 红蓝键 请按键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正方十八票胜出 詹继郁家康 我此刻就在问我自己 如果这时候我有一个投票的话 我应该投正方而反方 其实我到目前为止 我是被正方给说服的 比如说你问你的孩子 孩子三岁 你问他 你说我想给你生个弟弟 或者妹妹 你愿意吗 他问题会什么呢 他说 咱们家没地儿住 对吧 然后你就说 咱们可以上贝壳找房 找一个更大的房子 其实 其实你在铺垫的时候 我就在猜是哪个广告 我都不知道 是京东的还是邪城的 对 我以为没地方住 应该去旅行 你怎么找地方住呢 那你们以后会不会 没时间带我去玩 不 咱们让邪城安排全家 然后他说 那你会不会以后 不给我买东西了 不 咱们以后在京东 给你们两个买同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在京东给你们买 鹅鹅鹅 羽绒服 这个时候 你三岁的儿子就跟你说 好吧 我同意了 来 拿姜小白 咱们干一杯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失望 双方三变都没有 把这个辩论题 推到另一个高度 就像在我们公司 如果双方讨论半个小时 没有把它变化成一个量化的命题 我就觉得有点失望 因为没法解决 永远没有结论 这个辩论会应该可能是 经济学家最多的一个辩论会了 所以我想 我试图来量化一下 太好了 我们假设这个是成人 这个大海是可以做理性决定的 那要他付出一定的成本跟收益 那他就有一定的决定权 但他的成本收益 跟大人的成本收益 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如果是1比1的话 那正常的一个社会 一人一票 三票决定也是可以 但如果是1比10的话 那小孩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票 这样可以让他也来参与 比如说他说一个 你说三个 那结果应该就是2.9个 康永哥 你帮梁博士翻译一下给我 我跟梁博士交流一下 因为就是 为什么他们都不量化呢 因为确实听不懂 所以大家就不量化 我听懂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你还是征求他的同意 那他就算拼了命的同意 他也就是十分之一票 那你已经充分地表达了你的意见 可是你的意见无法影响 这个决定最终的执行过程 略微影响 了解 他刚才偷偷过来跟我说 他说我有意见 我其实就是 我觉得清云说得特别好 然后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很长的 甚至是一生的时间 去让孩子明白如何爱与被爱 但是妈妈最佳的生育年龄 可能只有那几年 那如果说妈妈很想要一个二胎 但是这个孩子 就是不同意妈妈生二胎 也许那时候他并不懂事 于是妈妈就说 好 那我不生了 你就全家的爱都给你 可是妈妈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了 妈妈的遗憾怎么办呢 妈妈的遗憾谁来弥补 孩子不能说 我将来生个孩子来陪你吗 妈妈你可以收养我 我已经收养过一个了 人的一生当中有一个蝴蝶效应 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长大 他饱受家庭的爱和什么样 然后他大了之后 他去社会还是要重新开始去 跟一个自己差不多的人去相处 然后他就会 比如孤独寂寞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去倾诉 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很差的也比较多 我也不怎么跟爸妈说 我们也是会报喜不报忧嘛 那对他自己的朋友 和自己的另外一半要求太高了 你遇不到那样一个人 像亲人一样对待你的爱人 你好难哦 汉永哥你知道吗 我做这一场 我就旁边这样两位嘉宾 我心里特别幸福 因为他们两个截然相反 这个二姐就一直在这说 怎么办会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梁博士这边 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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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解决 我可以回答二姐的问题吗 当然了 我理解就是母亲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 但毕竟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 而孩子的改变可以是很快的 而且我真心地觉得 以我自己在国外的留学的经历 我发现我们作为独生子女 对于另一个孩子的那种敌意 是一种中国很特别的现象 对于兄弟姐妹 因为其实人性当中是怀抱着善意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今天开始去改变 也许我们明天我们这代人开始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是普遍的欢迎 而不是普遍的敌意 其实这两边说的差不多 都是抛出来的那个更高一层的是一样的 对对 所以就解决了嘛 对不对 不行不行不行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解决 还有双方的导师 来 李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总是感觉我在奇葩说这个舞台上 得到很多超量的爱 我总是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们还期待我 给我鼓掌这样的 弄得我也不敢胡说八道 然后拿到这道遍题 我又不是个变手 我真的没话可说 但是呢就是针对这道遍题跟富首尔频繁地交流的过程中 让我感觉回到了童年 就富首尔的性格你们也是了解的 大概就是说输了呢就弄死你 是吧 他就天天在群里催我写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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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写稿没有 然后发动所有人对我冷嘲热讽 说你还导师呢你写稿 然后我呢就跟他抬杠耍开皮顶嘴 就不写就不写就不写是吧 就很像小时候我妈催我写作业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你好像我妈 然后他说对我也感觉你好像我的儿子 我们两个之间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浪漫是吧 然后在那是很诡异 那我们这个临时的家庭中 我的稿子呢也就像二胎一样 我一直也没有写出来 我最后是怎么写出来的 就是在最后关头富首尔跟我说 算了李大人实在写不出来就别写了 输了就输了不怪你 我说诶 等一等我好像有个第一个问点 我的第一个问点就是 必须征得孩子的同意 它不光是一种理想化的尊重 不光是一种星云刚刚说的那种 我们的愿望 它也是一种非常现实 甚至有一点卑鄙的沟通手段 就是一种道德榜战 你就告诉他 孩子我就是为你好 你不想好 你不想要就不要 不想写就不写 你开心就好 妈妈随便 对不对 我拿你当个人 你也要拿自己当人哦 最后对吧 就同意了 就写出来了 这个就是富首尔 为了让我写出稿子 不惜对我使用了母爱 我第二个问点呢 我是坐着听他们在那 变着变着 突然有一种感受 他们从一变到三变 不停地在说一件事 就是说 要让孩子意识到 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 听我的 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 各位 世界呢 也不是围着父母转的 你们好像没有想明白这个事情 好像成长只是孩子的任务 父母也是要成长的 生个一胎的父母能有多大 不就二十来岁吗 在座应该有很多二十来岁的人 你敢拍着胸脯说你是成年人吗 都很弱智的 真的 都很弱智的 不妨就从 必须征得老大同意 这场沟通开始 让自己学会接受 让自己明白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你的孩子就不想要一个二胎 你可能就要接受这个痛苦 成长起来 做一个成熟的父母 我就坦白来说 我的自然论点 我觉得生育权就是父母的 权利 这个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定是父母 说了算的 没什么好变的 但是一家人 还聊什么权利呢 一家人要的不就是超量的爱吗 这个爱不超量 这个爱不侵犯权利 那还是一家人吗 必须征得老大同意 就是给了老大一份超量的爱 理智上我非常的不认可 但感性上 谁不想要一份超量的爱呢 谢谢大家 来 我们听一听 反方事变 薛兆峰教授 好 生二胎 是不是必须经过老大的同意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是可以 用经济学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去分析和回答的 先说我们家老大吧 我们老大送去幼儿园的时候 当时在美国 所以送去幼儿园的时候呢 我们在幼儿园里面就发现 在幼儿园里面的小朋友 最先学会说 说的最多最高频的三个词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是more mine 和no 这就是经济学 more 多多益善 我还要 这是需求定律 mine 我的 产权的概念 no 我说不 要有组建 追求自由 这三个意识 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你只要把它扔到那个 有人的集体里面 稍微有点竞争 它就能够刺激它 它就能够学会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 他靠的这三个本能 他是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你们知道 与此同时 幼儿园里面的老师 最常说的三个词 是什么吗 wait tick turn share wait 等待 你要有学会有耐心哦 要看得长远哦 tick turn 轮流 要守秩序 学会守秩序 最难学的 教很久很久的学不会的 share 分享 这是要家长和老师 不断地去引导 去培养 去教育 才能够形成的 而这种能力 不是本能 这种能力 是一种更进阶的 更高级的智慧 这是帮助他能够生存的智慧 所以小朋友 他的进步过程 是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的 如果老大 还处于第一个阶段 他只知道 欲望 独占 自我为中心 你去问他 要不要老二 要不要弟弟妹妹 我觉得不合时宜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我们来看 经济学里面 有三个概念 叫零和游戏 复和游戏 和正和游戏 一个篮球 给了弟弟 哥哥就没得玩了 弟弟的所得 恰好等于 哥哥的所失 这叫零和游戏 弟弟和哥哥 两个人争这个球 打得头破血流 球没有增加 还流了血 这叫复和游戏 哥哥和弟弟一起玩球 玩得很开心 他们都觉得 比自己一个人玩 还开心 这叫正和游戏 当你去问 小朋友 要不要弟弟妹妹的时候 他们最直觉的反应 最原始的反应 是想到了那个 零和游戏 和复和游戏的结果 他们天生的本能的 就说不要 因为当你这么问的时候 要不要弟弟 要不要妹妹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暗示了 已经给他立马 树立了一个假想敌 他当然说我不要 但是我们要问这个老大 要不要弟弟妹妹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他能够 作为家庭的成员 参与到家庭 非常重要的决策当中来 学会怎么参与 家庭事务的决策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应该这么问 你就可以知道 你有办法 让他不仅仅看到 零和游戏 复和游戏的结果 你还可以能够让他 感受到 零和游戏带来的 创造快乐 创造幸福 创造成就感的 那个过程 正确的问法是怎么样 这里恰恰是 我方跟对方 最关键的区别 不是说问他 要不要争取他的同意 而是把弟弟妹妹的到来 当作是一件 自然而然 就会发生的事情 就告诉他 有弟弟妹妹了 然后让他一起参与 在弟弟妹妹 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参与这个 正合游戏 告诉他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要不要听听 妈妈肚子里面 有个小朋友了 已经有了 要不要来听听 他的声音啊 睡觉前 要不要给他盖个被子啊 弟弟妹妹 快要出生的时候 你可以帮弟弟妹妹 做个选择 他睡在哪个房间啊 选哪张婴儿床啊 窗帘怎么选择 什么颜色啊 怎么布置啊 弟弟妹妹 要是出生了以后 名字叫什么 哪个字母开头的 让他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决定 让他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认同 在这个过程中 他学会了 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怎么样提升自己 刚才我说的那种 高级的智慧 不仅仅是独占 欲望 自我为中心 相反 有分享 有交流 有照顾 还有担当 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我说我太太 非常爱我们的老大 但是我们都知道 由于年龄的原因 我们没办法陪她太久 在所有的亲情关系当中 手足之情 兄弟姐妹 是互相陪伴 互相扶持的时间 最长的 所以我们想给她 一份礼物 想给她一份 手足之情 这是我们打算 给她的一份厚礼 但是这份厚礼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价值 是要随着岁月的流失 随着小孩的长大 它才能够慢慢地体会的 我们大人知道 我们能预见 我们明白 但小朋友不知道 请问诸位 你们会因为小朋友 暂时还不能够体会 这份厚礼的价值 而就不给他吗 我不会 谢谢大家 好 刚才双方四遍的结果 是薛教授三票胜出 来 薛教授加杠 真的 薛教授有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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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教授 来 先开后结 反方 先开始 一分钟时间 好 刚刚戴总说 为了爱 不谈这是你的权利 我们都想要超量的爱 但这恰恰也是 所有父母 反对子女婚姻的理由 所有不谈权利的爱 其实都会沦为绑架 这个题只要换个角度 一想就清楚 只不过我们总是 对于父母侵害 我们的权利很敏感 但对我们 去干涉父母的决定 不太敏感 因为我们潜意识里 总觉得 大人就应该让着小孩 而这恰恰是 清云姐最反对的模样 我觉得 在父母和孩子的 沟通关系当中 孩子从来不是弱者 父母才是那个弱者 因为你知道 父母会无条件地 为你退让 最后说回来这道题 谈到最后 我们谈的其实就是沟通 对方说 要一直跟孩子沟通 沟通到他同意为止 必须得到他的同意 这和不给他 做选择的权利 有什么分别 我们觉得 真正社会学解决不了 每个人的生存状况 其实当年的答案 我真的已经忘了 一清二楚 但我很感谢 从我现在开始 民事里开始 一回头 我的弟弟 已经有这么高了 谢谢 来 正方截变 一分钟 好 对方一直跟我们聊 一个很高大上的概念 叫做生育权 没有任何权利是绝对的 我们所有的讨论 都是在不同的权利之间 划定编辑 如果你们一定要聊生育权 就要知道生育权 是为了什么 这种权利从何而来 在所有的哲学讨论里 生育权本来 就是为了同时保障 父母和孩子的利益 而存在的 如果生育权 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我们今天更应该讨论的 是生育观 你到底把孩子当成什么 不同的时代里 有的时候 父母是完全把孩子 当成财产的 可是我们今天 可不可以拥抱一种 新的生育观 你说两个孩子相处 一定会找到爱的 不一定 那是你的幸运 中国有多少地方 还在重男轻女 有多少孩子生出来 叫做圣男和昭帝 他们怎么在相处中得到爱 如果从一开始 我这个大孩子 就得不到尊重 我在这个家庭里 能得到什么呢 好 那最后 我们给今天的正方和反方 做最后的投票 然单纯敢说 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 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 超级赞助播出 宝宝不上火 爸妈好快活 本节目由 荷兰兰美苏加尔男粉行业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 红蓝剑 三 二 一 正方18票胜出 好 超级赞助播出 不说儿子给了我一个 你没给我拖后腿的眼神 说还行 儿子没拖后腿 你能从他的一个眼神里 读出拖后腿这三个词来 你是真的不知道 我过去这一周经历了什么 我太恐怖 我所有童年回忆全回了 每天至少三遍 写个骂 写个骂 给他 写个骂 好 今天是一场辩论 其实在梁博士眼里面 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 到现在才得出一个结果 当然我们今天请梁博士来 试想把这个话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 重新展开一点 我们看起来是一个 生老二要不要老大 同意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 已经从原来的 独生子女社会 进入到了二胎社会 今后的方向到底会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往 那个方向走呢 梁博士 我先做个调研行程 可以 在座的有多少人 是有兄弟姐妹举个手 举举手 真的吗 有三 三分之一 一半 有一半 我觉得有一半 好 好幸福啊 天哪 太幸福了你们 如果在人群当中 有50%的人 一半的人 是来自于二海家庭的话 也就是说你们上一辈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生了二胎 不是一半的人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生了二胎 如果上一辈 只有四分之一 生了二胎 其余的人都生了一胎的话 那这个生育率 平均一对夫妇 只生了1.25个 一有四分之一个 这还是假设 所有其他人都生了一胎 生了一胎的情况 如果把一部分 不生 不婚不育的 这部分去掉的话 可能它的平均生育率 都不会到1.25 可能只有1.1左右 那1.1在人口学上 它就说每代人会减半 这个是一个数学问题 如果每代人减半的话 那一百年以后 中国的人口就会少于美国 一千年以后 也就是三四十代人以后 中国人还剩几个 二的三十四方 三十代以后 二的三十四方 就是十个亿 十个亿 现在中国也就十几亿个人 也就是说 如果一千年以后 大家都维持这个现状 就按照中国现在的生育率 延续下去的话 一千年以后 就不存在中国人了 有中国人作为一个文明 作为一个种族 就灭绝了 所以这个从数学上 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个问题有点奇葩 因为在其他的文明 或者其他的国家 很少人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1.25还不够 那个四分之一的家庭 还被老大否决了一批的话 那我们可能 可能灭绝的就更快 最后就从经济上来论证一下 就经济上来说 就这个不是你个人的 成本收益问题 是整个社会的一个 成本收益问题 所以你个人的可能 对于家庭来说 生二胎是一个 或者不生二胎 是一个好的决定 但对整个社会来说 它有外部的影响 那什么影响呢 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 它人口开始减少 尤其是人口结构出现 非常老龄化的这种局面 就是像道金斯塔行 四二一这种状态的话 那这个国家的国力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它的人才也会枯竭 它年轻人的活力也会下降 它创新的活力也会下降 就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 会变得非常重 年轻人可能需要 负担很高很高的税负 所以听起来是个国家的事 但实际上是跟每个人相关的 因为如果国家的税负重 那要收你很多的税的话 那你肯定自己 也有很大的成本 另外如果国家的创新力下降了 国家的科技实力下降了 没有这么多的出口 那你哪来的钱去出国旅游啊 现在可能想 你不生小孩 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旅游 但如果从下一代来看的话 如果中国人口出现恶化的话 那出国旅游 可能真的成为奢侈品了 所以从长远来说 从国家层面 从社会层面的话 也不允许我们说 听任这个 让老大有这个否决权 或者至少是听任 我们的生育率 在这样的下降下去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 国家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 帮助每个家庭 能够有能力 去有意愿生二孩的人 能够抚养得起生二孩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